首位月轮到日子 静岛 文字幕 由阿琪 文字幕 杨立赛 文字幕 杨立�, portfolios 来拿那个土地 土地做谈承的地嘛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修嘛 就像我们这块地嘛 但是呢 你去哪找个实账的带心 雪山省牛啊 好称 今天回来了 对呀 所以你就买他的地嘛 是不是就拿白雪牛 特别人 他是有姻缘的嘛 不是每个人的地 你都可以用的嘛 对 一个姻缘就成就一个事情 然后这块地 他修理了十几年 我就接手 然后去直接就 就有些东西就到位了嘛 明白 就建官方 嗯 当然那个也是他女士嘛 也不是说美事不做美 嗯 只是说 你去找点这个 狮子奶啊 去生牛粪啊 你真的是 你去哪找 只能做姻缘里边 军约俱足就可以了 嗯 有的是在这个维度俱足 有的在那个维度俱足 嗯 但是 但是这个维度的众生 他一定要看得见摸得到 他突然说有了嘛 是 有的他是看不见 就是最好是能给他看见 哪怕我在地上 图个字是打电的 就是怎么 但是他能看见说 啊 地上有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照相嘛 所以最后才有形的谈诚 才慢慢越来越出现 嗯 有点近视于 老子说 人失道而开始谈得 就没有到 就无为的谈就没有了 那么开始谈得 失道了 没有 都得不到道了 然后谈得嘛 嗯 然后没得了 他仁义礼自信嘛 嗯 是吧 是 人义礼自信嘛 神义礼 才管理啊 嗯 是信嘛 嗯 最主要是失道了 已经没有道了 所以才太德嘛 德行天下 嗯 道行 道回来再来没有了 得不道了 嗯 嗯 从无为一直到有形也是 嗯 但是都是音乐嘛 嗯 一直谈下了 嗯 大家太 太执着了 嗯 讲 讲不到行而上的东西 你看赵密 赵密 你当时在印度 佛教在印度兴起的时候 嗯 你知道印度当时已经有人才积继啊 因为当时印度教是主流嘛 对 对 而且其他学派也很多 当时已经 不是叫 当时印度是 印度兴起一个叫什么 沙门学派 什么当时印度 也就像中国的诸子百家时候 嗯 佛法 佛教在印度起 就是开始创立的时候 嗯 印度也是 很多门派 就是包括 外道啊 是当时释迦蒙佛讲法的时候 外道伶俐啊 嗯 就是很多 就是已经就是 很多思想成熟了 嗯 那个时候直接 你们直接直接讲大小成密法 就大小成法 就就就就 就直接说空训啊 圆起信号是这样讲啊 那个时候都都可以的 嗯 圆起法就是那些 就像他的那些大帝子 舍利弗王木杰都能听懂的 嗯 但是你去西藏 嗯 密法到最后传到西藏 那个时候 你西藏西藏 西藏人没受过教育 嗯 啊 当时连文字都没有 嗯 你给你讲 你给你讲圆起信号是实 是 他不懂啊 他必须立出各种各种有行的都向他看 而且 你玩不画 根本就 但是他厚道 他厚道 哎 他厚道不疑 他不怀疑 他一旦认为你是他上司的话 你说东他就炒东 他不怀疑你骗他 他不怀疑他 因为他那种 冬孤老师他 就是在西藏牧羊 他借着人也少 互相之间 所以就是 就很少欺骗嘛 欺诈行 所以他就相应嘛 就是上众传承嘛 就相应跟上司主义相应 上司说一 他就与上司说二就与 他永远不怀疑上司是为了他 他手里面那些什么东西来去骗他 他不会怀疑这样 上司说你要给我许法 把你们所有的羊 要贡献出来 他就贡献出 他也不会说 上司是不是很堪啊 他绝对不会生出这个牛头 他说许法就是应该 这是应该付出的 所以他就很容易得到加持 就很容易跟上司合为一 上司的意愿就是他 上司想的就是他想的 上司要的就是他要的 上司想就是一切都是一个 就是他合一嘛 就是他合一嘛 他就疑 就是因为不疑才是 但是他没文化嘛 他是没有文化 他就很适合密教 但是中国当时大臣唐朝时候 唐密传到唐朝的时候 虽然是说在宫廷宣传 虽然是密法 但是我觉得当时已经 唐朝是佛教鼎生时期嘛 大臣我叫空性儿 就是剥落之灰师 我觉得很多那些遗留的他 他可能不太看着唐密 也有些是学 但是呢 最后才传没了 传到日本去 因为传情断了嘛 唐密就真的 嗯 嗯 这些有些说话也不圆满 说的不圆满 当时都 总是来说 这一块 唐密这一块 为什么他就能断了 在内地 汉地 嗯 他在西藏他就能兴盛 变成藏传 对 而唐密 传到中国变成唐密 以后就断了 这个唐密就断了 传到日本 中国就没有了 嗯 现在的唐密是从日本反传回来 是的 反腐啊 就是日本的师傅 又收到中国地址的理想 嗯 但是唐密怎么能断了 嗯 就是不太重视 嗯 太难重视 重视 嗯 就是在藏地就很重视 这个团队 因为他 他的人的那个思想 层面相迷 嗯 唐密也许太美丽 也是那些人 太多了 他不太重视 这些人的一个东西 嗯 他觉得 就是 甚至一块的 这些中国的 八卦有些都是相迷 他就 他也觉得 没必要过手 直接 空掉 嗯 嗯 反正就是 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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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齐心固事件 这个种子财嘛 财就形成 财就形成 财就完全把 珠像写掉了 从金刚经负嘛 珠像飞像 都是空的 都是紫的 直接就写掉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唐密就没有 残存 倒也是 有关系 一定有残存 啊 这些事 藏传 你看 他已经传到西藏 与蹦教结合 他后来结合了蹦教 与西藏本土蹦教嘛 西藏的蹦教 就像中国的道教 嗯 它是本土教 这个蹦教里边 现在 在藏传佛教里边的很多 很多佛像 很多里边的神啊 就是蹦教里边 嗯 但是这个在 唐密是没有的 然后呢 它在蹦教 然后结合以后 再形成了 本土特色的四大宗派嘛 和教 花教 白教 红教 嗯 就分成了 就是藏密 跟唐密分开 这都是密宗嘛 嗯 就传过去 西藏的密宗传过去 密宗 参 нал 因为 我伊兽 砍 编的 栖子 我们 交一个 对 孭 还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